再一次 我的最終目標 我們是希望人家組一個中國執政月子學會 希望一年以後我們如果能夠招集到三五十月子學會 就可以組這樣 剛好 今天我們沒辦法上去拿月子 我們可以多一點的時間來研討 那今天的這個題目很重要 而且很簡單 我相信大家可能我們會討論一下 我先介紹一下這個題目 黃翔弘先生 剛死了三四年 他是近代既揚映流以後 因為我們中國基品月子最有貢獻的人 還有十五本著作 我個人受他的影響很大 他的貢獻很多啊 但是他最主要就是兩個學說 回來就是說 這個《與你三公》 一個叫運功叫三成子觀念 我看了他這兩篇文章以後 我就不奇怪了 我就了解很多事情也發明了很多事情 那麼在大陸 大概這個人是最有名的一個理論家 大概搞理論人 沒有人不知道他 而且不知道他這兩個觀念的 這兩個學說的 他說 因為這兩個學說苦在沒有 但是他並不說是他發明的 他說本來就是這樣 但是大家都認為是他發明的 今天我們只講這個 這個 如果我講這個附題的話 他就是 我們上次的附題說 中國只有一個零接嗎 我這次啊 就講到中國只有三個零接嗎 他的運用三公 他的一句話講完就說 他說我們中國有三個零接 有三個零接 而且啊 只有三個零接 就是他非常的肯定的這樣 那麼我的一個很大的修證 我就說我完全贊成有很多個零接 而且絕對也不止三個零接 我的這個修證是這樣 那麼最主要就是 這個意韻這個字啊 意韻這個字 引起了非常多的忠誉 什麼叫做意韻呢 我現在簡單的 我們先講什麼叫做同韻 假如這個調子啊 跟那個調子啊 或者去指啊 他用了同樣的七個字 就叫做同韻 所以這樣就很容易 我們很容易懂 譬如說啊 西大調就可以想調 他就是用了同樣的七個字 簡單講就是同調號啊 西家人講就是同調號 也就是同調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解釋 這個韻的這個字 這樣 那我現在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大概 這個人啊 我在十六年前的時候 我到沈耀以後呢 我才看到他這兩天 非常的 非常喜歡 他這兩個字 我就寫了一風景給他 他也給了一風景 這樣 然後後來他大概 最後一本書啊 叫做《月問》 《月問》 他列了中國音樂史上的問題 有一百個字多 那麼一百個字之後 最後一本書 後面呢 他就附了二十五個人的這個回信 他跟人家回信 後來我發現 有一封他就是回給我的 那麼他這個幾十封信啊 大概二十五封吧 其他的人呢 大概都是大陸的 台灣人就只有我一個 那麼這個 他其他的人呢 一句都叫同志 一看就知道 一句是大陸的 而且那些人大部分人我都認識 但是唯有教徒 台灣省立家長樂團 孫心才學兄 我就叫我學兄 就是他最有力深輸了 不過呢 他這個裡面啊 他就特別跟我提到 他說啊 這兩個學說 是他很早就出來的 他說大陸的人啊 都知道他這兩個學說 但是他認為啊 很少人真正懂得他的意思 他說我真正懂得他的意思 他把我叫做自己 然後他還講 他說不但很多人啊 不真正懂得他的這個學說啊 很多人啊 是假裝贊成人 他特別舉出一個人我還記得 叫做福亨健 他現在在廣州 我們去廣州 那個時候我離開北市國的時候 林江山當主編的時候啊 福亨健還坑過一篇文章 叫做三分證文說 果然 這位先生啊 在他升級的時候 這個福亨健啊 沒有 黃翔登說 他當面跟他說他贊成 黃翔登說 他跟妳就是 假裝贊 果然 他後來就是 發表了很多這個 反對他的學說 他在這個 前年的時候 那現在應該講是大前年 我們剛過年啊 南京音樂學院啊 南京師範大學 特別舉辦了一個 樂理研討會 他叫做 樂理前延 就說是非常非常提醒的 一個問題 而且只討論那個 只討論一個問題 大陸的引導會 都是 大家發表一下 那個發表會 只講一個問題 那麼 與會的 大概有三四十人 發表了三四十篇文章 結果 總共只有兩個人 在所謂的意見 所有其他的意見 統統都是一面的 統統反對他的意見 所以這個防強本啊 所以他是非常老 非常清潔 就是大家生前的時候 都沒有反對他 然後他死了以後 那個 那個反對的意見啊 統統出來了 譬如說這個符文件 我就記得他反對 他說音韻什麼 音韻就是有七個字 音韻就是有七個字 他說七個字裡面啊 有三個陰間 那他講說 那你七個字既然有三個陰間 那為什麼不能有七個陰間呢 大家很有邏輯 都說 你為什麼只有這三個呢 其實我也有個修正 他就是有七 黃教本講錯 我可以舉出很多的這個實證 還有歷史 那黃教本為什麼只有三個呢 因為他說有三個 人家還不贊成呢 他說有三個 現在大概最有名的 叫做成因死了 他就不贊成了 他最主要呢 不贊成就是清喪陰間 就是我們以前念那個 藍調 有發有降息的 他不承認這個陰間 他說為什麼呢 迷索巴瑞巴說 他說拉索米索拉 他說他根本不承認 他說你這個陰間是移調的 是轉調的 是固定調的 他反正就不承認你的陰間 就對了 他說你記錯了 他乾脆就這樣講 所以連三個陰間 他都不承認了 你說有四個五個六個七個人 他根本不承認 他說我記得 後來我到福州去 沈因死了 就當外問 他說沈老師 你說你也有事工啊 他說那我問你 那第四個陰間 你會不會唱呢 我說我不會唱 他說你不會唱 他說我也不會唱 那你也不會唱 我也不會唱 你怎麼說中國有四個陰間呢 好像很有邏輯喔 對不對 總之啊 這個沈因死是最有名的人 他根本連三個陰間 他都不承認 他怎麼會承認這個 四個陰間五個陰間 五個陰間六個七個陰間 是吧 我大概大體上 我就講一下這個背景的詳細 那我的意思是這樣的 這兩個學說 你不管贊成也好 他不敢反對 你總要先知道 他講的是什麼 他這個內容是怎麼樣的 內容是怎麼樣的 如果啊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講的是什麼 你就加一點反對 或者說你反對的 根本就不是他的主張 有的就是這樣 我那個大前年開會的時候 就有這麼一個教授講 他說啊 他把全中國的請求都轉來了 他說就沒有任何一個曲子啊 是三個陰間 大家聽懂的啊 他說沒有任何一個曲子 只有三個陰間 可是 通常人家有說 一個曲子有三個陰間 他是說中國有三個陰間 是不是 或者一個月就有三個陰間 如果你正要找一個曲子 有三個陰間 也多的是 我們另外南館的 南館的多都是有三個陰間的 他中音跟高音就不同的感覺啊 這個我們的辯論學 你知道嗎 就叫做無小的反對 就是你反對的 不是別人的意見 那你反對幹嘛 所以我們不管這樣子也好 反對也好 我們要真正知道 他的 真正的學術的內容是什麼 不然王文明 他說 大陸中文明 知道他的意見 譬如說 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有一個這個 博士叫做柔永 不是一定還說的一種書 他說什麼叫做韻呢 他說韻就是陰天 搞了半天是這樣子 他根本就沒搞清楚 我現在跟大家報告一下 他的這個學術的內容 同時呢 也 同時也 一方面介紹一下 一方面修正一下 今天我們外表沒有機會 玩演戲 所以可能有比較聰議的時間 我跟他詳細的報告一下 大家有文藝劍可以提出來 我可以比較詳細的說明一下 好 那就是一韻三宮嘛 好 我先把韻這個字講清楚 這個韻 這麼規則就是能講 其實啊 黃臣蒙講的韻沒有幾個人就認懂 我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要講這個韻女拳 我們要先講一個叫做五度戀 五度戀 什麼叫做五度戀呢 西洋樂裡跟這五度戀有關係 從法開始 然後 然後 這是一個五度戀 從那邊去也有 法後面是降西 降密 降辣這樣子 我們學英語人都會給了法都回來 南米西 西米拉格 東羅發 這是一個無限延長的一個戀 叫做五度戀 有的人叫做五度戀 那他就不適當 五度戀好像是一個風浴的戀 這是一個無限延長的一個 你有生花還有蟲生 你降了還有蟲甲 我們學英語人大概都知道這個五度戀 像這個就是五度戀 黃中 零中 浪 我們可能對這個五度戀不熟悉 所以我把它翻譯掉 八朵 松瑞 南米西 三米八 三朵 三米 這是一個五度戀很長的 這個五度戀 我們取這個五度戀的七個字 你把七個字拉出來 你說這裡開始 然後這裡拉七個字 這個就是一個運 所以運是五度戀的一個部分集合 是一個七個音組成的一個部分集合 那麼你第一個字 有叫運 你知道這是從黃中開始的 這個叫黃中運 如果你是講一下這個 英文字也可以 你叫做F運 這個是一個運 這是一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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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呢 本來是一個天文學的語詞 他把這個周天分成多少的運 這是一個什麼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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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運的這個名字 它原來的意思是這樣 黃成芬講人家不懂它的意思 大概從這個運開始 就沒有解釋人認懂它的運 運啊 是五度戀上 部分連續七音 所組成的情合體 與運 於運 為運 第一個音大詞 就叫做運 這七個字叫做黃中運 這七個字 第一個字是靈中 叫做靈中運 所以你看看這個運 是一個五度戀 它不是一個陰戒 陰戒是零陰 那就是陰戒 這是陰戒 這是五度 Dohso ve lang 這個是Doh so ve lang 這樣的 那形態就不一樣 而且我们中国是有十二个银 十二个银可以只剩几个银呢 一个银 两个银 三个银 四个银 五个银 六个银 总共就只剩一剩六个银 第七个银就没有了 因为这边少了一个银 所以十二个银 我们中国是十二个银 总共就只能转六个银 书上讲十二个银可以转十二个银 我们知道蔡元定发明了十八个银 十八个银才能转十二个银 如果十二个银就能转十二个银 他发明十八个银干嘛呢 他这边再去 你看这样子已经有六个银 再加六个银就能转十二个银 如果你真正懂得这个什么叫银的话 你就不会说十二个银可以转十二个银 可以转十二个银 十二个银只能转六个银 所以你看我们就南北群 南北群总共就只有七个银 七个银而且很快 他送到的时候就有一个银就没有了 只有六个银 向来就只有六个银 就是我们中国人讲 因为这个银不走 你一定要走到当然可以 你可以拿这个银去走 但是后面这六个银要我走 我们中国人讲 所以我们中国人讲 十二个银可以组成六个银 如果他讲说十二个银可以组成十二个银的话 那就是他的银可以组成十二个银 如果他真组成十二个银 如果他真组成十二个银 银是一个银 那你这样算 他就只有六个银 这个西洋也没有这个东西 西洋叫做银 西洋叫我们中国家翻译的叫做银 那他有人讲说 银就是银结 银不是银结 银是银 银结不一样 银结是银音跟银音 银音 银拉银 银音 银音 它这个是五度 所以不一样 假如我们一个一个曲子 假如我用的七个音 跟你用的一个系列的音 一样 就叫做银音 假如我这个调子 跟你那个调子 用的音一样 就叫银音 我刚刚举过一个例子 就是西洋里面 西大调 两个小调子 这个叫做银音 关系 西洋里面就是银调号关系 那么黄翔彭 他讲银音三宫的话 那也就是说 西洋里面一个调号 有两个音阶 有两个宫 一个是C 一个是A 中国人既然银有三宫的话 他一个调号里面 有三个调 有三个音阶 他的 他的这个结束的地方 不在于说 只讲过三个音阶 因为三个 因为中国不只有三个音阶 他的特点是说 这三个音阶 同另一 这一点我们以前没有出来过 就是同一个调号 同一个调号 也会有三个调号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假如一个曲子 他用的这个音 属于某一个音 的部分集合 我们就叫做这个曲子 属于某一个音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一个曲子 他可能 不到七个音 他可能也只有六个音 所以一个曲子 他可能属于这个音 也可能同时的属于其他的音 对不对 因为他只有五个字 你往前面一张看 前面一张看 你比如说他这个曲子 他只有这五个字 只有这五个字 那你可以说他是属于王宗音 你也可以说他是属于某一个音 也可以说他属于大太宗音 是吧 所以你一个曲子 你可以听 你可以听成是这个调 也可以听成是那个调 也可以听成是这个调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 这个曲子 他用的音 属于这个音 你就可以说他是这个调 只要是在他这种音 就可以说他的调 那么我们这个 那个调天瑞的那个 系统里面才会讲 他就解释得很清楚 他说调 调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音 调以为了七个音 八度上下移动 使他互相接近 就构成音阶 所以调啊 是一个五度面 音阶是一个平音阴 这个运啊 这个运啊 运跟这个音阶啊 不是完全相等的东西 那绿老师把它讲到相等的东西 也有东西讲得下去 我们先把这个 这个讲出来 运啊 是一个圆形 是一个固定 音阶圆形是一个理音阶 反正大陆有很多人的硕士博士 就是他写的文章里 就官司良解 他没有讲出来 我就讲那个刘勇 他讲说病就挺紧接 你没泡 你就没泡 你就没泡到草面下去 就是黄辰棚讲 他说你就没跟别懂他的意思 我讲到这里了 讲得清楚吗 金老师 听懂 是吧 可以听懂吧 文学 听懂 口使不清 我再简单讲来 这运是什么呢 运就是一个五度链 七个银属成的一个五度链 银间也是七个银是没错 但是银间是一个零音链 银间是一个零音链 这基本定义就不同 基本定义就不同 如果说 我们这样讲 现在运讲完了 我们现在讲什么叫功德 我们现在有时间多讲 我们原来都有 功就是一个唱语 就是多了 其实不是 功啊 它的意思是第一 它功的 原始的定义就是第一 功啊原来是一个星座的 它不晓得为什么 它有第一的意思 所以见得呢 你比如说那古琴 第一条线就叫做功德 琵琶的第一条线就叫做功德 跟它的音有关系 它是第一条线就叫做功德 功有第一个礼物 那么刚才我们是有那个 有那个 有一个韵嘛 韵啊第一位啊 就叫做功位 第一位就叫做功位 那么银间呢 银间这个银间呢 第一个礼物就叫做功 功就是第一的意思 所以功不一定 就是 功上的脚指引 这些 都不是有一定的音高的 我们会有很多的 这个可以证明 脚不一定是 可能是 可能是声音 可能是架音 我们有很多的证明 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们说那个米啊 脚是米啊 这个是其中一个音阶 是这样的 其他音阶都不是这样的 这个是一个叙述 功 三 脚 这个子语 这是一个叙述 就是一二三四的意思 这个人西洋已经想过这个 我神学里面的一二 是这个意思 功就是一的意思 功跟黄筒也是这样的 黄筒不是只有那个音要叫黄筒 第一就叫做黄筒 我可以举出很多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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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书来 印证这一句话 如果你 如果你把黄筒当成一个音的话 这句话就读不中了 黄筒就有第一个的意思 如果我现在要写音乐词典 或者伴教学这句话 我会把这个加音阶 目前的音词典 跟百分识典 公有助理 公有助理的词典 这是我个人特殊的发现 公跟黄筒吧 都是第一的音词 所以古琴跟笔拔的第一条线 就叫做黄筒 每一绿运的第一个位置 就是在我们领头的 那个叫做绿女子 运子就叫做统运 每一个音乐的第一个音纸 也称着统运 你看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运 怎么样 这个是黄筒运 这一个音乐 黄筒运的第一个词是宫 第二个词叫做统运 导说统运 这个是一个运 那么刚刚该修是讲的 我们把它上下 调整一下 调整到八肚里面来 你就可以这样 这个才是一个音乐 这个是一个运 这个隔壁是五步五步 这个隔壁就不一定了 有个是全一 有的是伴依 但是韵也好 音阶也好 第一个字就叫做公 所以公的意思就是第一个意思 我们以前都把东南脚意思都叫做唱 现在你看到音乐词里他不叫唱 他叫做揭鸣 揭鸣 就有点叙述的意思 他是第一阶 他是第二阶 尤其是脚 脚不一定是明明 脚可能是青脚 可能是这个 这个高半音的脚也可能是低半 他就是他第三 他是第三名而已 但是呢我们台湾的 这个音教人说 玉一般以公的玉乡 这是达错的 黄宗玉就是黄宗玉 假如是这样的话 他认为这个跟这个是相等的 所以黄宗就只能 只能黄宗当宗 所以黄宗运营就是黄宗宗 我有一次演讲 讲到一半 光明就回上来了 啊 这个黄宗运营就是黄宗宗 这样 以前我们台湾是这样讲 就说黄宗宗 对 没错 他说 人家现在一进步了多少年了 他还这样讲 那我就不好意思说他 这样 那个 那大陆人 大陆人都知道这个光本的意味 你不知道怎么样 就是这样我就不讲了 这个是奇怪话 我们台湾都是这样教的 黄宗宗运营就是黄宗宗 黄宗宗是黄宗当宗 对 凌宗宗就是凌宗当宗 太祖宗当宗 太祖宗当宗 是这样的 这个名字啊 黄宗宗运营就是这个 就 假如这个运营 第一个字叫做黄宗宗 假如凌宗宗运营是这样的 对 太祖宗运营是这样的 太祖宗运营 黄宗宗运营就只有一功能 如果是这样 那黄宗宗运营怎么能 事实上不是这样 黄宗宗的意思是这样的 黄宗宗认为 每一运营的前三个字 都可以作为功 就像这样子 黄宗宗 第一个字可以当宗 林宗也可以当宗宗 太祖宗也可以当宗宗 这个是黄宗宗 这个是黄宗宗 这个是林宗宗 这个是太祖宗 但是你看 都是黄宗宗 就是说 一运可以有三宗 有了三宗以后呢 它就会进去三宗宗运 你看 像这个叫做正神的宗宗 这个宗宗运营 它是有C跟下宗 C跟生发的 这个叫做下宗宗运营 什么叫下宗宗运营 就是以子英伪公益的宗运营 叫做下宗宗运营 那么这个宗运营 这个宗运营 这个宗运营 这个是生发 它是有发的 这个宗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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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做宗运营 就是以伤为共的宗运营 叫做宗运营 这个宗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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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一运 这是一运 可以有三宗 前面的三人 都可以当个宗 当个宗运营 就有三个宗运营 他说每一运的前三个运营 前三个运营 都可以作为宗 构成三种不同的吊法 应该是下宗运营 吊法是中国的宗运营 他原来是叫做正身吊法 下指吊法 原来是这样 我们中国当然没有营接的 吊法跟营接过来的问题 我们现在暂时就这样用 没关系 问题是他说 中国有 而且只有三个运营 这三个运营呢 只要七个运营 就可以做出来 所以叫做宗运三宗 所以啊 在营运三宗这句话里面 这个宗本来啊 是第一的意思 有三的 有三的宗 可是呢 他这样讲的 等于说 营运有三个运营接 所以这个宗啊 在某种情况之下 就是有运营的意思 所谓营运三宗 就是营运有三个运营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宗有了一个女生的 女生的意义 请大家再看仔细一点 这是一个运营 对不对 现在 这有三个宗 我把它弄成名字 所以 黄中宗 不一定是黄中运 黄中运呢 也可以是临中宗 也可以是太子宗 所以这样子一讲到 那个运营跟宗 就不是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 它的主办 简单一点 那我现在给它做一个新证 我们中国这个调名字 有支调名字 有回调名字 如果支调名字 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 就要一起提一下 支调名字就是说 一定以这个字 这个绿名为调名字 这个绿名为调名字 就是你这三个调 宗宗教都叫做黄中调 这三个调 只要是这个运 就叫做黄中运 就叫做黄中调 那么另外一种叫做 这三个调名字 这个是在117年里很有 为调名字 就不是 为调名字 以这个字为 以公啊 为调 这个调 叫做黄中调 这个调 叫做黄中调 这个调 叫做太子调 这三个调 就变成三个调 有两种不同的字 如果是以支调名字的话 这三个调是同一个调 就是以这个字为主 他既然是黄中调 那叫什么 为调名字呢 就是以公为为调 这个提完的话 我们暂时不讲 还有一个 上面还有一个 我这里面有一个普通 我说啊 运绝对不止有三公 第一个就是禁死 禁死里面就是记载 禁死里面记载 运里面有三公 你看啊 是这三公 刚才黄中调是讲这三公 有没有 因此你讲是这三公 现在很清楚 但是呢 黄强中讲得多啊 你看 这个不一样啊 你看人家这个是调法呀 他这个是支调啊 所以这个功夫在这里 这个功夫在这里 好多 这个功夫在这里 好多 这个是商调 商调 这样 这句话 这强辩 是吧 因为那个 乐史上明明记载 正真调法 黄中尾功 下手调法 凌中尾功 轻巧之调 呼吸 一个一个字列 然后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这个 他坚信就只有这三公 硬说的就是这三公 我说到那是 如果你真的有这三公 那就是第四公 那是哪里有三公 乐史上明明记载 有四公 这个就是西洋的小调 你看 这个是 这个是多 这个是发 这是降习 降乙降达 这就是西洋的小调 我们中国以前 都有西洋的小调 所以没什么意思 那么我再另外一个小调 日本啊 日本有唐禅的雅乐调 我对这个也非常有点朋友 他说的雅乐调 总共只有六个调 他这个几十个调 他们讲都是唐寿传过的 叫做雅乐调 而且跟我们中国人 叫零完全调 他六个调里面呢 有三个是商调 有三个是义调 三个商调 就是通通 商义功 对吗 就是朵梭乳 就是商义功 三个语调 就是朵梭乳 三个语调 这些调都要通通旅 人家记得来的清晴 就是这里 你自己看啊 这个脚啊 这个是多 这个是花 所以你看这个脚就是青脚 日本人记得清晴 这脚啊 可能是青脚 这是什么日本脚 这也可以印证出来是这样 你看啊 这个也可以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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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日本人啊 现在这些调都还在 日本人就是这样子 他这个语调就是 降息降一 我们上次有另外一个千秋月 千秋月就是语调 问题是你降息降一 它可以转成其他的语调 现在人会转成其他的语调 但是他原来的记录就是这样 这个商调啊 商调叫做是降息的语调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新商调 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语调 语调 我们西北原来最有的 这个也有 现在最难的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很少了 但是潮州营调 潮州营调那个佛武调 就是这样 音商就是申锐嘛 是吧 佛武调就有申锐嘛 能管讲这个也有 我的这个修正就是说 医院绝对不随便 你看 光是这两本书就已经有 有武功 还有其他很多的书 他说 有的是这两个调 有的是这三个调 最有名的就是汉潮的 汉潮的叫香鹤山脚 香鹤山脚是公山脚 香鹤山脚是正三个调 你加起来啊 清净净净净净后就有很多的调 然后我讲歌词本 有一个叫做租田银铁 有一个叫做租田银铁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讲调 这个我就不多讲 总之七个调都有 总之七个调都有 我的修正就是说 医院本来就有七调 这是我个人对黄祥银银银银三公 做的一个重大的修正 这个很多人反对黄祥银的学说 其中一个理由就说 那为什么只有那三根 有什么理由只有那三根 黄祥银死了他当然也打不出来 也不用打 那我如果我要为黄祥银银银银银 Chief 来抵护的话 我就说 本来就不一三根 本来就有七根 所以你的这个理由 不能构成反对的理由 不能构成本来就有七根 七个正归七根 但是我们传下的这个事 传下的这个三根 这个史书里面有记载 那个 到唐宋的时候 剩下宋 宋朝的时候呢 教教有没有 日本还有 一个正教教 一个润教教 日本这两个阴阶就是我们所作成过的 他们说是自己班 我认为觉得阴阶没有什么自己班 我们中国古人有 他常全 但是你们中国人自己说没有 他也很依靠爱说是你们中国人 他只好说是他自己 然后那个元朝的时候又少来 元朝的时候古教也没有 所以我们那个经教肯定讲说 说我们中国有五个调 工商交使语 这个是闭着眼睛说的 中国从来就没有五个调 从唐宋开始就只有四个调 工商交使语 四个调 然后呢 宋元以后 只剩下两个调 我说任何人如果知道 我刚刚讲的这个事实 你都会有怀疑 说 听教肯讲的有问题 听教肯讲说工商交使语 是五个调士 工调就是以工音为主 商调就是以商音为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唐宋为什么会没有子调呢 为什么会没有子音当子音的调呢 那这个宋朝的时候 为什么矫调会失传呢 为什么元朝的时候以调会失传呢 问题是我们现在不是都有吗 那以工音来说 主音的调没有吗 商音为主音的调没有吗 都有啊 那你跟这个乐士就变不起来了 佛讲很简单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调根本就不是调士 根本是音阶 音阶它可能有 可以转气 我这个音阶可以转气 那个音阶 调士没有理由 为什么要失传 为什么 以说当主人的曲子会失传呢 为什么以拉当主人的曲子 为什么会失传呢 如果失传 那现在为什么没有呢 我说啊 任何人只要能够发现这个词 都会怀疑这个 现在书上的这个委队 那我上次讲这个的时候啊 那个郑哲约呢 我是提了一个那个例子 我说啊 我就像一个小孩子 我说我看到这个 罗网根本就没穿新衣服嘛 我就说他没有穿新衣服 什么 那那个郑哲约他就做了一个词 他说啊 道徒是大家都针对你说一下话 因为大家都没有看到罗网 真的没有看到罗网 你怎么知道他也没穿衣服呢 就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实 如果你知道这些事实 你刚才会怀疑这个现在的理论 问题是我刚才讲这些事实 大家都不知道 有没有 你 古人只有四个调 我们觉得大家都不知道吧 宋朝又少了一个调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吧 是吧 元朝又少了一个调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吧 我们教官说只有五个调 罗密尔就是五个调 我们现在在讲 这个运功票的月史的定义 就是说在金月史上有记载 有记载这三个名史的定义 应该不是这样的 上面呢 这个 上面 你看这往下面 在上面 在上面 这个是上面 在我前面 刚才退黑了没有 在前面 退回去 退回去 在前面 上不去 对 在这里 你看 运功叫三个字 通通出现在一起 几乎只有这 很多人有运 他说 十二律中 玄用七声为运 他第一次讲玄用七声 第二次讲 玄迭为运 就七个音啊 排一列 就叫做运 排一列 你看他是按照这个次序 你看 公子 桑余 按照这个五度的次序 所以运的这个定义是在这里 唯运之之者 封运 所以运呢 又有一个叫做运 唯运的就是 第一个字叫做公 痴 你看下面这个 我请那个 张老师 特别人 我本来都要请教你的 舌头 这个所有其他人 这句话 他到底多来这个名字 他想说 你看我念给你 十二律中 玄用七声为运 为运自主者 功运 指伤 鱼角骗弓 便赤焉 首先 楚德人都定在这 八徐运自身 归夫本应之律 其身 跌而不乱 奈臣其调 叫做 这个是生调 就是我们讲的公商小子里 这个叫做调 运有七调 生有十二运 运有七个调啊 就是公商小子里 就是调才是生调 这个刘勇博士 我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个刘勇博士 他是研究的史文 他最近出了一本书 我第一次到这个大陆去的时候 那么 我就介绍一下 我说我是用这个 我是用这个 电脑程式来 翻译这个头型 我还没讲完呢 这个刘勇博士就在下面 就给我送头 他说一股青股干嘛要用电脑 哦 我说你要用理工 我无从反对啊 就是啊 那我要用电脑 我的意思说 我会变到你也无从反对啊 就是啊 那么这句话就过去了 结果啊 客浪会的时候啊 那个主持的会议人叫做赵宋 这个人是邪度中 他有点像那个张本利那样 他是那个新海音乐学院的院长 现在八十几岁 他就上台 因为他还是会长 他就讲了几句话 诶 他最后就点出这个刘勇博士来 他没有点 他说刚才有一个小朋友啊 就说这个 翻译这个 古琴古为什么要用电脑 他说虽然那是电脑专家 知道 他用这个电脑程式来翻译 这个是好事情 了不起的事情 我就记得这个 我发表来说 这个刘勇博士追着我来反对 追着我来反对 他说这个 他说这个应该点在这里 他不应该点在这里 我如果点在这里 我认识什么意思呢 你看啊 我是说 运指伤脚语变功变成 赤焉发其运 就是说这些 这六个字啊 统统可以当功 他说我 他说我这个 偷俩贯注 他说我来自言战胜 那个我 我跟大家报告说 我都大前言的时候 我去南京啊 我战胜这个 战胜的只有两个人 就是 一个是金晴 他现在在黄南大陆 我们两个人不但战胜 我们也都战胜啊 不止三个 不止三个 那么我第一次就知道 我就是引用这个 丁澄胜 他意见跟我一样啊 他说你错了 他说我这个断句 那断句应该在这里 后来他刚才跟我一样的意见 而且呢 他也有 你他也引用这个 我说你不是讲我错了吗 什么东西也引用这个 他说啊 点在这里 点在那里 意思一样 不是我的意思 这是乱起啊 我就说 请看三老师你看 你说点在这里跟点在那里 会一样吗 以句法来讲 应该在这里 应该是点在那里 如果根据这个文章的句法来说 那个点应该在后面 应该在这里 对不对 他也说 他说你行个学官 他就点在这里 因为你看啊 这个他是有一种对句关系的 他发群运阻之声底下 归乎本音之律 这是上下对句的一种情况 很清楚的 应该在这里 他说发群运阻之声归乎本音之律 你看这个上头的声啊 平生律是这声 他说这一句平生律是对的 对对 然后七声跌韵而不断买成七条 那我现在要请问你一个啊 如果以这一段文章来讲 他的意思是说 只有风可以当运阻的 还是这七个音都可以当运阻的 应该是说七个音都是 那就是丁程运阳 那不管点来点 对 我也认为是 因为他有七个调 他不是一个调 他是七个调 因为后面有一句话 七声跌韵而不断买 是 对不对 那就是呢 他第一句说 他说我点错了 但是意思就是说 是这个意思 是应该点在那边比较 就说这七个字啊 都可以当功啊 都可以当功啊 这个调啊 就是这七个字都可以当功就是调 那我们现在点的时候 这七个字都可以当主名 叫做七个调 我们的书师是在这里 你这边点的很好 公演那个地方啊 用这个斗点 你还可以用分号 更清楚 否则的话 有的人 他说我都要换主 他的意思说 就是只有功可以当命 你说他是 方向文的意思是 三个字都可以当命 我说我照这个文章 他七个字都可以当命 我说跟这个天主 七个字都可以当命 我现在做了一个表 一个图啊 七层十二就是八四嘛 他的七 这个是很简单的 脚 东上脚字 十二个字 七 每个都可以当功呢 黄中工大 每个都可以动 每个都可以动 全部都可以当功 因为七层十二 八四 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八十四调啊 七层十二等于八十四 大家都知道 问题是你的八十四是什么样的 有人讲是八十四的调是吗 有人讲是八十四的音阶 你不能转盘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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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问题是你八十四调是什么东西 是吧 你最主要是 十二调 十二调我跟你讲 十二调很清楚 就是十二调的高度 现在我讲的是 那七个声调 那七个声调是什么 我们现在认为 七个声调是七个主因 就是 公调是以公音为主因 商调是以商音为主因 那么这种方向文的意思呢 他说啊 公调是以公为主因为多 商调是以商为多 子调是以子为多 那这意思完全不一样 就是说 它不是七个调子 它是七个调子 我们把它进去的理念来看一下 玩这种对照 比如说你这个 F当作多 12F当作多 都可以 那个十二绿 就是 一定称接 比那十二个键 然后 就这样子 乘起来 乘起来看 这个十二调子 我知道 这个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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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问个问题呢 还是要说明个问题呢 你的 你的 我的意思是 他的意思是 他的文章 当一个 频率不一样 是这样子 你认为 我现在只问你 你认为七个声调是 七个调子呢 还是七个音 我 我想问名字 我没有说 这两个 我知道八四调的意思是这样的 这两个意思不一样 那八四调的意思就不一样 八四调没有名字啊 我太语 我了解啊 现在我们就是了解 这八四调是什么意思啊 这要明我们都知道啊 比如说 比如说蝎子调 蝎子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人知道啊 没有人知道 蝎子调是什么意思 因为蝎子调是商调 那么商调是什么呢 我现在请问你商调是什么呢 有人说商调是 以商调为主音的调 叫做商调 那么这样子很简单 假如这个曲子是商调 他主音是商 你就把那个主音找出来 你把这个字翻译成re 那你不如看通不通 你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你听说一个曲子 说说 你说你也讨人 你说re 好 这样子 好 他这样子 他记得是语调 好 那我们现在找到 他这个主音 主音是最后那个字 是d 你把那个d翻译成re 我们本来是 你说 那都明月都 如果你要把最后一个字翻译成re 这个曲子 没办法成re取笑的 你懂我意思吗 就现在发现 这个行不通的 行不通的 行不通的 这个 听一下 我 我其实 我们这个 并没有讨论到问题上 我们下个段 对吧 现在我就做个结论 就是说 我们中国人讲的调 就是所谓的声调 看着有青商三调 就是平青色三调 页月有四个声调 就是工商只要有四调 瞭子里面讲 这部分就是有七个调 七个调有三个调不列 有三个调是船 所以声叫四个调 只要是调 通通都没有主音的含义 我们的结论就是这样 同意的七个声调 就是七个调就是七个调 这是我个人对于 运营三调的第二个重大修正 第一个修正 第一个修正是说 中国不时有三调 有五调七调 最少也有四调 第二个修正是说 这四调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这四个声调 就是公调 商调 小调 我们刚才讲过 我们如果你把商调 一座以商为主音的曲的话 不通的 但是根据日本人的传过来 你看 商调就是以商为公的调 语调就是以语为公的调 你不管它通不通 它到现在都是这个样子 它到现在都是这个样子 你觉得它不通吗 因为这个调怎么是调的 我就是唱了 上次我们在千秋月给你提 我们现在千秋月的什么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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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唱是这样 日本人记得是这样 日本人是 不透 你说 如果我们这样子记得很便宜 因为有这样西 有这样的异 可是它原来就是这样 它原来就是这样 我可以证明 可以一个这一点可以证明 语调就是以语为公的调 三调就是 三个ążOSE 这个我就想讲 这个是我的所有的理论里面 大概是最特殊的一个 所以我大概讲一下 我就不想讲深入 就是在我们中国的音乐室 在1117年的时候 有一个重大的变革 有一个人在1117年以前 中国一个曲调有两个调 他说是这个调 他说是那个调 我把它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那个以凡调 以凡调 有人说是这样一调 西调 有人说是这样一调 但是古人是没有守调的 古人是固定调 就是他的唱名没有我刚刚讲的差别 只有调名的差别 一个人讲是西调 一个人讲是向西调 这两种调名字呢 一个叫做支调名字 一个叫做微调名字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 他调名虽然不同 唱出来是一样的 奏出来是一样的 是吧 以塑巴里巴索 跟拉索米苏拉 他奏出来是一样的 他调名不同 一个叫做支调名字 一个叫做微调名字 那这样子一个体制有两个调名 很难沟通啊 我讲的就是你会不会 你讲的我会不会 所以有一个大人就上书 他说我们通通摆一个支调名字 皇帝批准 宋徽宗批准 从1117年以后啊 就中国统一采用支调名字 这个支调名字它有一个特征 就是我们以前讲的 他七个音阶啊 通通用一个音阶来寄 我举个小调的例子 小调是 堡雷将尼 八所将拉将其 本来是这样的 就是微调名字是这样的 支调名字的话呢 它可以用大调音阶来寄它 就堡雷将尼 它进行成拉西堡雷巴 大调音阶跟小调音阶 就变成一个音阶 只是调手不同而已 大调的调手是多 小调的调手是拉 它就是用一个音阶啊 可以把七个音阶都弄到寄完了 这样简单 这个叫做支调名字 从我们中国从实行支调名字以后啊 整个的公调体系就简化 因为这原来有七个音阶啊 你虽然只寄了一个音阶啊 所以这个声调名就没有作用了 你本来寄公调商调 它是不同的音阶啊 你虽然建同一个音阶的话 你虽然建同一个音阶 三个音阶只要极怕是黄宗调的 我刚刚讲过 本来三个调 它是三个调的 三个音阶啊 它只要一个调你就可以了 它就一个音阶的地方 它就进入黄宗调就可以了 所以中国原来有二十八个调 实行呢 资调名字以后 就全部都 全部都简化 到最后只剩下那个 我们现在的公子七调 是这样的 我的发明啊 大概最惊讶的地方 就在那里 原来这个支调名字 微调名字 它的这个解释 是一个日本人写的 我证明它不对 然后提出我的意见 大讲就是这样的 这个我文章里面有写 这个里面比较难得懂 在这上面 我做了很多的文章 也发表 因为我主要的这个 两个文章 一个就是声调 就是公调 声调 台大 语调 这个是音阶 就是我的发明 第二个我的发明就是说 支调名字 微调名字啊 不是只有调 调我们不同的文章 是它的记忆的方法 微调名字啊 是音阴里面有七个公 支调名字 是音阴里面只有五个公 所以啊 在1117年以后啊 育可以说的不公 所以你看我们像台湾 都教育 因为在1117年以后 事实就是这样 可是我现在就讲 本质上来讲 1117年以前 不是这样 我们才去日本 那个时候还不是这样 那个时候的公调体系比较复杂 所以那个时候有28调 60调 84调 如果啊 我们现在还在用这个 微调名字的话 我们音队会比较复杂 有音阶很多啊 有那个 降西的音阶 有降西降伊的音阶 还有降西降伊降拉的音阶 降西降伊降拉的音阶 降西降伊降拉中队 都有音阶 其实那个我们那个 那个日本的那个 那个 都解音阶啊 就是我们中国 他是 拉西都 米巴拉 他就是这样 拉西都 那个 我们练过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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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你找龟就是 杨山来用 都解音阶做什么 怎么唱来的 你拉 米巴米 都系都系拉 你拉 巴米 有没有 他没有说的 所以他是一个 我们普通的这个 五神音阶啊 他是 小三度跟大二度 结果那个 这个脚调 就是我们中国传续的这个脚调 就是都系的音阶啊 他是这个 小二度跟大三度 刚有相反 我们是 我们五神音阶是 小三度 大二度 他是小二度 大三度 拉西都 米巴拉 这个叫 诸显音阶 那么还有一个叫做 这个流行音阶 这米巴烧 十一高咪 也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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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后面我就讲了 那我 他不是有两个学说吗 那第二个学说 我就可以下次再讲 我们就讲 就光讲这一个 就好 这个东西 今天这有茶 这个这个 我们喝水 所以我哪里讲得清楚 我认为一下 我的意见 非常的肯定 而且浓会 我很喜欢听听人家的语言 他不是学后做矛盾的 他的意见 没有整合 没有互动 我的意见 你怎么考 你考不到 我的意见非常整 非常有语言 我应该有不清楚这一方吧 我是听得懂 是吗 你猜猜看 你猜猜看 这古人的事嘛 你猜猜他为什么 一遇三公啊 不是 就是他是 垂直是最小的 他不要转调 比如说 他不要转调 可以三个调 他可能是这样子 你猜猜猜 你说这什么意思 你再讲清楚 是怎么样 不要转调 比如说 这个 你那个 D调是狗说写的 G调的 手勒写的 A调法都写的 三个调 三个调 我是这样猜想 听见 glimpse 午人都有两种不同观念 有 Bernie 有一种人有七个音阶的观念 有一种人是ino 只用一个音阶 我现在提出一个 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 八十次调 最早是两足利 是南北朝的时候 两足利 两足利 它是怎么样 它是有十二次主体 每一个很低的 可以吹七个调 这样就八十四个调 他有十二个调 他每一个调子 他可以追几个调 那么现在人 怎么讲呢 他说他一个调子 可以追几个调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哪个调子 不能追几个调子 我以兜当主因 你追当主因 那有什么困难 没有制作的困难 也没有技术的困难 我们现在就是讲 他一个调子 可以追几个调子 如果是追几个调子的话 这个算发明吗 那哪一只调子 不能追几个调子 那你特别提出来干嘛呢 所以我说 他绝对不是 不是说 他绝对不是说 一个调子可以追几个调子 他的意思是说 一个调子可以追几个调子 他这七个调子 他每一个调子都可以当主因 我特别写了一篇文章 这个我们名字叫做翻七调子 就是一个调子 我要追七个调子 这个叫做翻七调子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但有人讲 他说你翻这个七调 就是七个调高 意思就是说你这七个调子 你用的不是这七个调子 你是用的十二个调子 你知道吗 有叉筒 有这个 那个 那个法金你知道的意思吗 就是现代的人 我以为你翻七调子 是七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C啊 D啊 我说不是 我说这七个调子 就只有七个调子 我用很多的这个理论 事主来证明它 比如说啊 那个什么云罗啊 这云罗它就只有七个调子 它七个调子 不就是那七个调子吗 你谈那个琵琶 琴琴 骨子 那七个调阳琴 就只有那七个调子 就说你这七个调子 事实上就只有这七个调子 所以这就是一云七公了 就是七个调子 你确实在七个调子没有错 但是你不是同一个音阶 也是就六个洞嘛 这样全部加胺开展的七云 很简单 它是分别做公 没错 但是它不是相同的一个 不是相同的音阶 它是七个 但是你为什么听不出来 是七个音阶呢 因为我们中国这个是七云口律 它本来这个C 就是在这中间的嘛 它本来每一个音都是 都是借乎中间的 是什么准 那不是不懂的 我们不懂的 它不是自己的音阶的话 就是你听起来啊 你这样听新来的 是一个调子 你听起来是一个调子 事实上它是七个音阶 我这篇文章 在那个新来里面 原来发表的 那个啊 这个很多人反对我 譬如说这个流言博士 这个流言博士 他就盯着我的文章 我发表一遍 他就本身一遍 他怎么说呢 他说啊 就是他讲的 他说你七个调子的公司没错 但是你是十二零 我说我就简单问你 我说你那边民间那么多的 那么多的乐队 你所纳 你所纳 你可以你可以吹十二零 没错 那你身可以吹十二零 那你阳情 云罗 琵琶 有情 那可以吹十二零吗 他打不出来 那个 陈振生也是这样 他说 他说要叉子 要叉子 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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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七个孔 他吹十二零 然后他怎么讲呢 他说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是这样是不是 他说 我说那别人 民间是不是这样呢 他说不是哦 说民间都不会哦 我说那不解了 他说你是学国乐的人 你是民家 他说你当然会啊 那别人不是这样子 那是英语为整 还是他们为整 那我就问这个刘永 我就简单问你 我说那么多乐器 就只有七个音 那你是有十二个音 那你吹十二个音 才能够吹吗 他怎么说 他说合咒的时候 咒齐 诅咒的时候 咒齐 你相信这话吗 你相信这话吗 是吧 那我 你闭着眼睛说虾啊 你闭着眼睛说虾啊 是不是 我这篇文章啊 如果是普通那个 那些硕士博士 如果来审 一定通不过 我这篇文章 刚好就是赵宗光神 赵宗光神 赵宗光神 特别给我点出这篇文章 包括这篇文章 我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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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篇文章